中国海斯一号卫星捕捉美杜鲁门号航母说明了什么? 海斯一号又与一般的光学卫星有何不同? 中国在卫星领域有多强? 根据中文互联网上的消息 近日,一张由中国的雷达卫星拍摄美杜鲁门号航母 部署希腊苏达湾的照片引起外界关注 与以往卫星照不同的是 这张卫星照并非实际拍摄 而是呈现的一种X光透视的效果 而这是由中国首颗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海斯一号所捕捉的效果 那么,这张照片又透露出哪些信息呢? 据获悉,照片拍摄时间为1月1号 就在几天前,美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令 隶属于美第六舰队的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 延长在地中海的驻流时间 因此,航母编队就改变了既定的中东部署的计划 而做出这种改变则是为了应对乌克兰局势 另有消息称,在五角大楼做出杜鲁门号航母延长部署的决议后 其编队、蜀舰、杰森、邓纳姆号驱逐舰和圣哈新托号巡洋舰分别脱离编队 疑似为故意隐藏杜鲁门号航母的行踪 而航母也进入到静默模式,以对俄军起到震慑作用 因此,在杜鲁门号航母行踪不定时 被中国卫星捕捉画面也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目前,乌克兰局势依旧在焦灼的状态 俄乌两国在边境囤兵数十万 大有战争一触即发的架势 而美国也借机介入乌克兰局势,以挑衅俄罗斯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雷达卫星曝光距离中国本土7000公里外的美航母部署 相当于曝光了美军的战略意图,提前给普京报了个信 而要说到此次立下大功的海斯一号卫星,其来头也不小 前面说到,海斯一号是中国首科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 这种卫星也被称为SAR雷达卫星 那么,这种卫星有何神奇之处呢? 摇杆卫星一般分为光学摇杆卫星和雷达摇杆卫星两种 关于光学卫星和雷达卫星的区别 光学卫星就像是相机,而雷达卫星像是X光片 从裸眼效果看,雷达卫星确实不如光学卫星细腻 但是,雷达卫星的很多优势也是光学卫星无法比拟的 首先,雷达卫星不受天气以及不受白天黑夜的影响 但,光学卫星的限制条件就非常多 可能一片云就能遮挡它的拍摄 更不用说下雨或者大雾天气了 而且,在夜晚,光学摇杆卫星几乎就无法工作 也就是说,雷达卫星可以实现全天候监测 其次,由于雷达卫星工作在微波波段 与可见光波段有很大不同 所以,雷达卫星还可以获得一些人眼和光学卫星感知不到的信息 以实现多种不同的应用 比如说,一些地点的热源不同 呈现在SAR卫星上的效果也不同 因此可以用来分析森林火灾等情况 另外,SAR雷达拥有相当大的探测范围 是很多专业侦查设备的必备 像美国的全球鹰无人机 其基附就装有X波段SAR雷达 基于这台雷达设备 全球鹰无人机能实现24小时监视区域超过10万平方公里 见识到SAR雷达的卫星的优势 也就不难理解海思一号的实力 虽然海思一号属于商业卫星 但却是全球最先进的SAR雷达卫星之一 海思一号卫星是由厦门大学等单位 根据海洋科学研究与摇杆应用市场需要提出需求 天移研究院联合中国电科38所共同研制 海思一号卫星于北京时间2020年12月 搭载长征8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并开始正式投入使用 海思一号卫星是中国国内首科对标国际先进指标的 基于有人相控占天线的百公斤级 一米分辨率C波段商业SAR摇杆卫星 可以穿透云层不受时间和恶劣条件影响 获取全天时全天后的二维高分辨率雷达数据 将为海洋动力环境参数的摇杆繁衍 海洋灾害洪水监测和地表形变分析等提供支持 在其发射仅一个月后 海思一号就应印度尼西亚政府请求 协助印度尼西亚治理洪灾 虽然海思一号是作为雷达卫星 但是其的颜值也加入了许多创新的元素 这既体现了雷达卫星的优越性 而且还打破了原先卫星抱着雷达的模式 从而实现了中国国内首次采用的雷达和卫星一体化的设计 这使得其他指标相近的SAR卫星的重量还在300公斤级别时 海思一号的重量只有185公斤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海思一号卫星没有选用成本极高的军工级旗舰 而是采用了工业化产品来替代 这样不仅让卫星成本降了几十倍 同时也让卫星的体量降了几倍 从而可以采用可折叠的设计 这使得其在发射的时候 占用的火箭空间更小 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发射成本也大大降低 此外 中国的海思一号卫星所采用的是SAR合成孔径雷达 是一种先进的摇杆雷达系统 能够在全天候复杂条件下观测地球表面 这对于保障国防作用巨大 加上SAR摇杆卫星是当前唯一能在黑夜以及云雾条件下 对地球表面进行观测的摇杆卫星 其穿越云雾和部分昼夜工作的能力 决定了其在各行业应用的重要地位 尤其在林业方面 SAR卫星数据在大范围森林覆盖变化监测中 有巨大应用价值 因此 利用SAR卫星数据不仅可以监测森林面积 而且可以获取垂象信息 进而繁衍森林高度 森林蓄积量等指标 为有效的管理和保护森林 评估森林探处变化提供科学依据 但是在此前 中国国内的商业SAR图像都是采取海外高价采购模式 所以随着中国海思一号卫星成功获得首批载轨图像 这也标志着中国天移研究院 实现了中国首个商业SAR卫星的高质量成像 有分析人士指出 在同等指标下 基于有源相控阵的天线的SAR摇杆卫星的综合效能 可以提高3到5倍 将为客户提供更高效率的对地摇杆服务 因此 中国海思一号卫星 就是通过SAR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技术 才能成功捕获了美国杜鲁门号航母的部分高清活动轨迹 有关专家也表示 SAR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觉得一提的是 海思一号首次为人熟知 是在去年3月份台湾长次号卡在苏伊士运河的时候 当时海思一号通过拍摄的雷达卫星影像 可清楚看到该集装箱船是船头东岸搁浅 目前有逾100艘船只等在红海和地中海海面上 等待运河疏通恢复通航 当地时间27号 苏伊士运河搁浅货轮长次号开始移动 船只已经向北移动了17米 海思一号卫星捕捉到的图像 有积极的迹象表明 由于当天的涨潮 船只将很快重新漂浮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中国的SAR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技术 已经趋于成熟 而且也将会在更多的地方 发挥着重要的探测作用 这对于中国对于保卫中国国防具有重要的作用 并对提升全球态势感知有着重要贡献 这也将标志着中国摇杆卫星的发展将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同时也证明 中国在卫星领域已经具备了全球态势感知能力